周琪把这药拗好喽,端给徐天洪之后,徐天洪端着这药碗,送到了曹思鹏这曹大夫的嘴边,让他先喝两口。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?徐天洪那是老江湖啊,心眼特多呀,心想,今天晚上这个大夫是让周琪用刀斜迫着来给我看病的。 他那心里肯定是一百个不乐意,他给我抓的这个药是真正的好药吗? 这大夫懂的药理,咱不明白这玩意儿,他万一给我抓点什么有毒的药让我喝咯,这出了事儿呢? 我先让他尝尝,所以他跟这大夫就说,你先喝两口。 他一说这句话呢,周琪在旁边,也就明白了徐天洪的用意了。 对对,让他先喝。 我告诉你,大哥,你不知道这人有多坏呢? 曹思鹏一听,让我喝,我没病啊。 徐天洪说不要紧,没病你也尝尝,你看看这个药啊,是凉啊,是热啊,怎么样? 那好,那我就喝。 这曹思鹏就喝了两口这个药,喝完了之后,徐天洪把那个药碗撂到炕檐上了,看了看周琪。 妹妹,你先歇会儿,这药啊,咱等一会儿再喝。 周琪说干嘛等一会儿啊? 徐天洪说,咱瞧瞧这药喝他肚子里边去之后,怎么样? 看看他,他死不死。 周琪一听,哎呦,对了。 他要是死了啊,这药就不能喝。 这周琪马上把那小油灯就放在了曹思鹏的脸旁边, 瞪着这双乌溜溜的大眼睛,一眨不眨的瞧着他, 看这小子到底是死不死。 这曹思鹏一听这个意思,一脸的苦笑, 哎呀,我说您二位,这大夫都有鸽骨之心呢, 哪能会害人呢? 周琪说,什么? 你这大夫不会害人? 我告诉你,你跟那个糖果皮霜鬼鬼祟祟的在那商量的什么? 啊? 我都听着了, 你要害人家姑娘, 要谋人家的筋笛子? 你倒我不知道啊, 我在窗户外边, 你们说的什么话, 我都听明白了, 现在你还嘴硬。 徐天红在旁边一听金笛子, 赶忙就问, 金笛子怎么回事? 周琪就把他听到的话说了一遍, 并且说, 已经把那个糖果皮霜给杀了, 他说到这里, 把那个老太太叫到外建屋, 告诉他, 老人家, 我已经替你的儿子儿媳妇报了仇了, 那个坏蛋啊, 那个糖果皮霜, 什么糖理皮霜啊, 我把他宰了, 我亲手把他杀了他, 老太太一听, 真的吗? 真的, 他再不会出来欺负您了, 哎哟, 老天爷呀, 我谢天谢地呀, 这是神佛有眼啊, 这徐天红等着周琪从外边回来之后, 就问这曹思鹏, 哎, 我问你, 拿金笛子的是怎么样子一个人呐? 哎? 那个女扮男装的又是谁呢? 周琪当时手中拿着刀, 在一旁威吓他, 你说不说? 我告诉你, 你要不说个明明白白, 我一刀先捅死你, 这曹思鹏当时就哆嗦了, 哎, 哎, 好好好, 小人照说就是, 他是这么回事, 哎, 这个昨天呢, 唐六爷他来找我, 什么唐六爷? 徐天红在旁边说了, 唐六孙子, 哎, 他对, 昨天那唐六孙子, 他来找我, 说他家里边啊, 有两个人来那个借宿, 一个呢, 是身受了重伤了, 另一个呢, 是一个美貌少年, 他本来是不肯受留的, 但是他一看这个少年呢, 长得标志出奇呀, 就留他们住了一宿, 可是后来呢, 听这个少年说话, 戏声戏语的, 举止深情啊, 都像个女子, 又不肯跟那个男子同住一房, 因此就断定了, 这个是女扮男装的, 周琪一听, 哦, 于是他就找你, 上你这买药来了, 对不对? 曹思峰说, 哎呀, 笑人该死, 笑人该死, 徐天红在旁边说, 哎, 我问你, 那男的是什么样子? 曹思峰说, 唐六爷, 啊不, 唐六孙子叫我去瞧过, 他呢, 大约有二十三四岁, 是一个文士打扮, 这身上啊, 瘦了有七八处, 刀伤, 棍伤, 徐天红说, 伤得厉害吗? 曹思峰说, 这伤还是挺重的, 不过呢, 都是外伤, 也不是说伤在致命的地方, 徐天红一看, 再问不出什么道理来了, 伸手端着药, 他要喝, 他就手上没力气啊, 端起这个药碗来, 这手指打哆嗦, 这个药呢, 就往外边撒了一些, 周琪一看, 这哪行啊, 过来把这个药碗就接过来了, 周琪端着这个药碗, 把这药碗放到了徐天红的嘴边中, 徐天红就就着他端的这个碗, 把这碗药就喝了, 喝起来之后, 说了一句, 谢谢, 谢谢, 这个曹大夫在旁边瞅到这里, 他心里在想, 这两个男女强盗, 他不是兄妹, 要是兄妹这当哥哥的, 哪有向妹妹说谢谢的, 肯定不是, 不定是什么关系呢, 徐天红喝了这药之后, 往那一躺, 他就睡着了, 这周琪呢, 一直盯着这大夫, 徐天红睡了一觉, 出了一身大汗, 傍晚的时候呢, 又喝了一碗药, 这曹思鹏人品虽坏, 但是医道却是很高明的, 居然药道病除, 周琪不让这大夫走啊, 心想, 徐天红的病不好, 你这个小子就也别走, 再过了一天, 徐天红呢, 就好了一大半了, 已经能走去抗来了, 又过了一天, 徐天红自己琢磨着, 已经能够骑马上路了, 跟周琪就说了, 那个拿金笛子打, 是我的十四弟呀, 不知怎么会投到这个恶霸的家里, 那个恶霸虽然已经被你杀死了, 我估计他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, 但是我总不放心啊, 今天晚上, 咱们去探一探, 你看怎么样, 周琪说什么, 他是你十四弟, 徐天红是对, 就是到你们庄上来过的, 你也见过他, 就是我们总舵主, 派他第一个出去, 打探消息的那个人, 周琪一听, 哦, 早知要是他的话, 我就把他接这儿来, 跟你一起养伤, 那多好啊, 徐天红听到这儿笑了笑, 哎呀, 你不是不知道吗, 沉了一会儿, 他又说了, 哎, 你说那个女扮男装的又是谁呢, 周琪说, 那女扮男装, 谁呀, 这再也搞不清楚, 到了傍晚了, 周琪呢, 把这两个元宝, 送给了老婆婆, 说大妈呀, 我们在您这儿住着, 打扰您了, 多谢您帮忙, 没有什么感谢的, 这有两个元宝, 我送给您, 您收下, 这两个元宝, 一个元宝五十两啊, 这老太太这一辈子, 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, 老太太一听, 哎呦, 这东西太多了, 我可不敢收, 周琪说, 您放心, 这个钱呢, 就是那坏蛋的钱, 您呢, 把他换成零的, 慢慢的花, 哎呦, 我谢谢了, 我谢谢了, 谢谢了, 您快收着吧, 两个元宝给了老太太, 周琪呢, 把这曹思鹏, 一把提起, 手中拿着这刀, 这曹思鹏一看, 哎呦, 我说小姐小姐, 我说小姐, 您可别忘了我, 是我给你这个大哥, 给你治好了病了, 我给他治好了病, 你怎么也得留我一条命啊, 你别杀了我呀, 你饶命啊, 他连吵在这儿, 吴王这么一喊, 周琪提着刀吵着他, 你嚷什么, 哎, 那你饶命, 饶命, 你想活, 是不是, 那怎么能, 我怎么能不想活呢, 老一坛身, 还得求受何况人呢, 你听着, 我留你一条命, 但是你办这么多坏事, 应该受到惩罚, 哎呦, 你再要留我这条命, 我问你怎么惩罚都行, 好, 这周琪拿这刀啊, 在他那右耳朵上, 咱, 把耳朵给他拉下巴拉来, 哎呦, 哎呦, 周琪说, 你不是大夫吗, 这耳朵拉下来, 用什么药帽上, 呼声能治好, 是不是你知道, 哎呦, 哎呦, 我知道, 我知道他这儿没药啊, 我告诉你, 先弄点那个锅底灰, 把他捂上, 省得那个邪老刘, 哎呀, 你把我哥哥治好了, 我才饶你这条狗命, 以后, 再见到你, 你唯非作逮, 我告诉, 那个唐里皮霜, 就是你的榜样, 我就一刀, 伺进你的心窝子里, 这曹思鹏一听, 哎呦, 这手捂着耳朵, 连忙说, 不敢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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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曹思鹏, 此时此刻, 那草绳子早已经被周琪给解开了, 所以他呢, 躺出这个右手来捂着他的耳朵, 嘴里边连说不敢, 不敢, 徐天红在旁边说了, 呵呵, 你还说不敢, 哎, 这周琪一听这个, 又来着脾气了, 什么, 你说我不敢, 曹思鹏说, 不不不不, 不是姑娘不敢, 是小的我不敢, 徐天红说这么说吧, 我们两个呢, 过三个月, 还要回来, 那个时候, 再来拜访曹大夫, 这个老太太家, 就是我们的落足之地, 你知道吗, 曹大夫一听, 哎, 我知道, 我知道, 曹思鹏又说, 我不敢, 不敢, 不是英雄不敢拜访, 这是小的我不敢当, 不敢当, 他成了不敢病了现在, 周琪就说了, 你呢, 骑他的马, 他就告诉徐天红啊, 骑这个曹大夫的马, 咱们走吧, 周琪, 骑上自己这匹马, 骑着这匹马, 也是从官军手里边夺过来的, 两个人各自上了马, 就奔着文光镇而来, 他们两个人骑着马往前一走, 周琪在马上就问他, 哎, 你说咱们过三个月再回来, 真的吗, 咱过三个月再回来干嘛呀, 徐天红听到这就笑了, 哎, 哎呀, 我说, 我的小姐呀, 你可真傻, 我这句话呀, 我是骗那个大夫的, 咱们走了, 那个大夫就守着那个老太太, 弄不好, 他就会欺负那个老太太, 他就是欺负那个老太太, 那老太太就打架也打不过他呀, 对不对, 咱说三个月以后, 还回来, 就给他一个厉害, 让他知道, 老太太这个地方, 咱们还是要来的, 他就不敢惹那老太太了, 周琪一听点了点头, 嘿, 还是你心眼中, 两个人走了一段路, 接着, 这周琪就说了, 哎呀, 你这个人呐, 你这个人呐, 真狡猾, 我就不喜欢这样的人, 徐天宏一听, 当时不知道用什么话回答了, 隔了老半天才说, 姑娘, 你不知道江湖上这人心险恶呀, 对待朋友, 当然, 那是处处以仁义当先, 但是对待小人, 你要是真心待他, 那你就有吃亏上当的份儿了, 周琪说, 我爹可不那么说的, 我爹跟我说呀, 宁可自己吃亏, 绝不能欺负别人, 徐天宏说, 这就是你爹的过人之处了, 因此让江湖上提到铁胆庄的周老爷子, 不论是黑道白道, 官府陆林, 无人不说他是个大仁大义的英雄好汉呐, 人人都是十分钦佩他呀, 周琪说, 那你干嘛不学我爹呢? 徐天宏说, 哎呀, 周老爷子天性人后, 像我这种刁钻古怪的小子, 就学也学不了啊, 咱没长出那德行来呀, 周琪说我告诉你, 我最讨厌就是你这种刁钻古怪的脾气, 我爹的说了, 你要是好好带人家呀, 人家自然就会好好的带你, 徐天宏听到这句话之后, 心中一动, 一时无话可说了, 周琪看了看他, 怎么, 你又不高兴了, 又在想法子, 琢磨我, 徐天宏听到这儿笑了, 不敢不敢, 是小弟不敢, 不是姑娘不敢, 这周琪一听就笑起来了, 嘿, 你跟那大夫学会了啊, 我告诉你, 你这人呢, 就是不讲好的学, 专学那个狗大夫, 徐天宏一听, 什么, 狗大夫, 什么叫狗大夫, 是治狗的大夫呢, 还是像狗一样的大夫啊, 周琪听到这儿, 自己嘎嘎的笑了, 要让我说呀, 就是治狗的大夫, 嘿, 徐天宏一听, 罢了罢了, 嗯, 这叫骂人不吐胡, 这两个人, 一路谈笑着, 可倒并不感到寂寞, 经过这一次患难, 徐天宏对这个周琪, 那是由心里有一种感激, 而周琪呢, 也怕有惠于人, 人家是故意相让, 反而处处前退一步, 周琪就说了, 以前哪, 我知道你坏到骨子里头去了, 可没想到, 说得着这话不说了, 徐天宏说了, 没想到怎么着, 周琪说, 我呀, 瞧你从前老使坏, 是故意做出来的, 你干嘛老是存心, 气我呀, 我这个人呢, 叫你瞧着生气, 是不是, 徐天宏说, 哎呀, 一个人是好是坏, 初次相识, 常常是看错了的, 我当初哪知道姑娘, 你是这么一副好心肠啊, 周琪听到这就笑了, 哦, 你那个时候, 以为我是又骄傲又小气, 是不是, 徐天宏笑了笑, 没有回答, 两个人等天黑了, 才走进了文光镇, 找到了这个唐里皮霜的住宅, 翻进墙去, 探看情况, 徐天宏先是抓到了一名庚夫, 把这个刀, 往他脖子上一戴, 这庚夫吓得, 当时就哆嗦了, 哎, 爷, 饶命, 饶命, 他就问他于于同的踪迹, 就是拿金笛子那个人, 他哪去了, 这庚夫一听, 哦, 我跟您说呀, 这个事啊, 是那个唐六爷那天, 他在那个小玫瑰家里边, 被那个曹死鹏大夫给杀死了, 这家里边就乱成了一团了, 借许的这两个人呢, 一早就走了, 周七一听到这里, 那咱们就追他嘛去, 翻给他, 把这个庚夫就放了, 于是两个人各催作季, 问着路, 随后就追上来了, 没有一天, 就过了高栏, 再走两天, 徐天宏在路上, 就发现了陈家洛留下来的标记, 从这个标记一看, 知道大伙呢, 要往开封去, 到汴梁, 去找那里豪杰, 梅梁明, 到他家里边相聚, 所以他看到那个消息之后, 就把这个情况跟周七就说了, 他说咱们呢, 也奔便良就得了, 周七一听说, 大伙还都好, 心里边非常高兴啊, 因为他心里边一直记挂着自己的爹地, 此时此刻, 他才放了心, 这一放心呢, 心里边就觉得很宽松, 跟这个徐天宏商量, 咱们喝点酒啊, 徐天宏一听, 啊啊啊啊, 喝点酒, 姑娘, 你还喜欢喝酒吗, 周七说, 我今儿个高兴, 一高兴, 我就想喝酒, 这一下子就打了三斤酒, 这三斤酒, 喝了个痛快, 此时此刻的徐天宏呢, 肩上面的创伤, 已经收口了, 身子已经复原了, 两个人喝完了酒, 沿路闲谈, 这徐天宏就跟周七说了一些江湖上的一文掌顾, 又把道上各种谨记规矩相加解释, 这周七听得非常有意思, 哎呀, 你早跟我说这些好不好, 要不然的话呀, 我老跟人家得拌嘴, 我老要搅自个的理, 徐天宏说就是嘛, 你要知道啊, 江湖有江湖的道路, 这陆林有陆林的规矩, 哎, 这你都得明白点, 周七说好啊, 我跟着你呀就长见识, 这一天两个人就来到了铜关, 到了铜关要找客店住去, 哎呀, 不知道怎么回事, 铜关这个地方是关口要爱呀, 所有的店房都住满了, 问来问去说有个最大的店房, 这个店房叫月来老店, 说那个地方房子可能多, 于是两个人就来到了月来客栈, 到了月来客栈一问, 跟他说上房就剩下一间了, 徐天宏拿出来一串钱塞给店小二, 哎, 我说啊, 你给我想法子, 多找一间房, 好不好, 这店小二一看, 哎, 我这位爷, 你别给我这钱, 我自个心里有数, 今儿个就是住满了, 实在有点为难, 这钱你收着, 你收着, 你收着, 我给你想办法, 但是我前思后想啊, 就一间房, 没地儿了, 这怎么办呢, 这位爷, 您跟这姑娘是什么关系, 徐天宏说她是我妹妹, 调教二说, 哎呀, 既然是亲兄妹, 住到一间屋里边也不要紧嘛, 周七在旁边一听, 你啰嗦什么, 这话没有说完, 徐天宏突然一扯她的衣裳脚, 冲她一挪嘴, 使了个眼色, 呃, 好好好, 既然这样的话, 这一间就一间吧, 周七于是跟着她, 就进了这一间屋了, 周七心想, 这一露之上她对我彬彬有礼, 但是我跟她男女住在一间屋子里边, 好说不好听啊, 好, 让我做些事, 咱们去年车, 都没有读到这一段时间,